我们来看下一条吧 好 说到我们说到下一条新闻呢 是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屏幕上歌唱家李双江之子李某某等五人涉嫌轮件案 从今年的3月8号被警方通报至今呢 已经过去了四个多月的时间了 那7月22号呢 李某某的母亲孟哥呢 是现身在北京的海淀区法院参加了一个停前会议 是的 这个会议啊 让这起轰动一时的案件再度回归到公众的视野之内 而事件的主角呢 也从李双江一家扩展到了整个是空变双方啊 近日呢 李家的法律顾问啊 这个荷兰律师呢 就因为受到这个死亡威胁 向北京警方正式报案了 来看一下吧 据蓝河律师在报案时向记者透露 自从担任李家法律顾问以来 自己就一直遭受着网友的谩骂 诋毁以及人身攻击 而由于他在微博上公开了自己的手机号码 蓝河每天还会受到无数陌生人的问候 而这其中就包括不少死亡威胁 除了报警之外 蓝河还表示 自己在选择担任李家法律顾问时 就已经做好了面对这些肥义的准备 说到这里 一方面我们要呼吁公众理性看待李某某事件 一方面我们也要问一下蓝河律师 这微博上晒手机号到底是要闹那样啊 见封的字句 李某某事件 声摹